用车拉 拉得了有迷缩 自在感 不远了 有迷缩 有迷缩 还不如这样子 快一点 现在在搁的热火 距离10公里 我没上雪去了 今天走路回来的 黑天鹅 昨天晚上下播 昨天晚上下播 11点多 然后就开始走路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下午才到的 风这么大 嗯呐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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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又问我 问了我告诉你了 你又不信我 都不容易 哎呀 我都走了多久 走一天一夜了 还不够啊 看太阳了 小心点 是吗 看我多厉害 想捡一只 想捡你 想捡你 快要充满了 明天下午再去砍点 砍 连续下午砍个几天 就搞定了 就差不多能了 可以徒步的 徒步怕弄啥吧 徒步怕把徒步主播给弄 哎呀 谢谢昆仑哥 豆腐娘 谢谢昆仑哥 我怕抢了徒步主播的饭碗 所以我不能去徒步啊 白鞠哥 你受伤了呀 我还 肯定是你太重了 不然怎么会倒的 赔钱吧 加油 好的呢 我没干嘛呀 我可是啥都没干我 我这么乖个人 那是狗 你叫狗子给你赔礼道歉吧 看好我 真的吗 给他卡个牌子不 真的吗 卡个牌子不 还贴夜的 我不能去干徒步的 我怕我一起徒步 把徒步全部给干跑 干到退晚了怎么办 一座土驳 所以啊 我为了 我为了他们考虑 你看我 多好啊我 我这人 是不是啊 我这人怎么那么好呢 我都被我自己感动到了 你 差一点 你 妈呀 你这一asy 在哪里 这个星星了 身前第一件事件 你这个妞妞是什么鬼 咱们不晓得 稍微浸一点 放这里面 以后好有柴燒 这种外七牛八的 先把它烧掉 外七牛八的材 给它烧掉 这个也这么丑 给它烧掉 材都严控 怎么办呢 挺会过日子的 没办法 小时候家里苦 小时候家里苦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知道的 小时候家里过得太苦了 放掉几头牛 家里很穷 哪有牛啊 猪都养不起 哪个养牛啊 我都没放过牛 我都没有放过牛 你都不知道 小时候连羊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我们都没有羊 我的妈呀 我惊呆了 来到这看到羊 我超羊 觉得有羊 小时候家里苦啊 哪里呢 哪里有养这些东西 都说了 小时候家里苦啊 今年没打算吗 打算啥 打算啥 活着 打算啥 乘风破烂 干嘛呀 乘风破烂干嘛 干嘛呀 说什么 直播一直摆狗的 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 我都没有去过 杨家桥 好 搞点稀采放着 烧烧才有柴烧 没柴烧的时候好苦啊 今天砍的柴都背回来了 晚上给狗子做饭吃 安久久了 终地不是人常的事情吗 终地很稀奇啊 好了 不背了 我还把这狗咬了一口呢 我家呀我家啥都 我家啥都不多就是土比较多 还用泡沫给了 哎猫猫虫 回来了呀 回来了呀 交点水给它们 看我的花都死掉了 什么鬼全都死掉了 居然噶了 有压力吗 它必须有啊 不理了 没有 但是今天心情还可不ضає 不理了 我的花啊 你干什么呀 Founda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是不是要钓了之后重新长了 看春秋歌 再给你们浇点水 给你也浇一点 怎么剪输啊 我想把这个剪修一下 这棵树本来很漂亮的 它长歪的 它长成这个样子 在那个树压的 怎么给它修成圆形的 我都不会修 怎么剪 我都不会 回去了 搞本 好多菜了呀 走了走了 累了 把东西收回来 我就走了 下去收我东西去了 好脏的呀 我衣服 看看有没有种果树的人 就是没有啊 瞧不瞧 我要去 我要去看一下 怎么现在贵宾盘海上去了 怎么现在贵宾盘海上来了 没准订阅 点个订阅呗 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 谢谢春秋歌的音画 谢谢春秋歌 要那种那啥的才会吧 我也不会 没瞧你不那个呀 没瞧你不去带宝宝了吗 点了的就卡卡牌子呗 你会倒是会 你教我啊 你下次教我修啊 那从哪里开始卡呀 那是个花来的 不过一把剪刀屁 说的等你白说 小开 先这样再这样再那样 我还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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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这样再这样再这样再那样 好了 这样一个成品就出来了 随意修剪了 随意修剪了 我怕把它剪噶了 不喜欢都剪掉 好废喔 不喜欢的就把它全部给剪掉 缩的好像没有毛病 是云风各的不良 帮你穿着一个 觉得它哪里歪了 觉得它哪里歪了就剪哪里 好吧 好吧 那我把它全部剪掉 让它重新长过 我让它全部剪掉 我把它全部都剪掉 把它那一截全部剪掉 蛮不小哥 我不拿快递啊 我来拿我的东西 困了 要回去了 哼 拿走了 我打你 还拿走了 还被人家 今天砍的这一堆材 砍的这么多 小黑就你最 最 最 最凑 没有东西吃了 走开 我要回去吃饭了 晚上见吧 我好饿了 回去吃个饭休息一下 晚上开播 给狗狗做饭 我还要去拿东西 吃饭饭 吃饭饭 对啊 你也渴了 不给 红烧排骨 哎呀 OK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没点订阅 点个订阅 晚上见 我好饿了 我好饿了 我要回去吃饭了 看红烧牛肉面 那是泡面 点点订阅 我懂 我好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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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嫁了 我要烧了 不然 有点 我吃饭了 我会没损 吃饭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